哈喽欢迎回到区宽链日报 就要跟大家聊的话题是泰坦号带给我们的警示 如果喜欢今天的节目 麻烦帮我点个赞订阅分享 开始小铃铛 那我们开始吧 今天的主题呢是想跟大家聊一下这个最近很大的一个事件 就是泰坦号这个沉下去的时候发生了一个意外啊 那关于这个意外能带给我们怎么样的警示呢 听到这边你可能会觉得说 Derek这个我们是一个投资频道 一个加密货币的频道跟泰坦号有什么关系呢 我在这边呢就带大家看泰坦号 可以带给我们在投资市场当中怎么样的警示哦 这个泰坦号事故发生呢 这个问题最主要的核心呢 就在于参与这次活动的人啊 他们其实都没有做好足够的功课 或者是足够的调查啊 因为泰坦号它本质使用了很多这个不合规定的这个材料啊 它主要的内管呢都是使用碳纤维的嘛 这个做深浅潜水艇的行业呢 他们的标准呢都是使用铁啊 或者是这个titanium之类的这个material 所以没有人在使用碳纤维做这个内管的哦 那这件事情呢变相也导致了这次的意外 但是今天的主题呢不是要聊泰坦号 到底是为什么会发生意外 或者是他发生意外的一些原因哦 我今天的主题呢主要会围绕在这个两个人 那这两个人呢也是一对父子 那他是在这个拉斯维加斯 拉斯维加斯的一个富豪哦 那原本要上这个潜水艇的人呢 应该是这两个人 而不是巴基斯坦的那一对父子哦 那因为都是父子的关系 然后年纪也都非常非常接近 因此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fascinate的一个故事哦 那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东西呢 就是为什么这个拉斯维加斯的父子 最后决定不去了呢 因为这两个父子 对于这个深浅泰坦尼这件事情呢 一直都是很想做的 所以他们在这件事情上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功课 跟这个调查 那最后也是他儿子坚持说呢 这个他认为这个潜水艇的设计 是有些问题 所以他们就没有去哦 那最后去的这两个巴基斯坦的人呢 是这个Stockton Rush他最后临时找的哦 今天这件事情跟投资市场有什么关系呢 你可以把Stockton Rush 就是Ocean Gate这个公司的CEO 把它想象成一个 在市场里面二三十年的老手 甚至你可以说是交易老手 或者是投资老手好了 那今天对自己的能力呢 跟在这个投资市场里面的经验呢 是非常非常有信心的哦 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看到 在Ocean Gate这件事情上呢 他自己最后也是赔上了自己的性命哦 我相信他自己也没有意想到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就像在投资市场里面 不管你是二十年三十年五十年的老手 这个市场的动态跟波动呢 永远不是你可以预料到的事情哦 就像在深海当中 这种很恶劣的环境呢 通常你过度自信的时候呢 就是意外发生的时候哦 另外追随他下去的这几位受害者呢 他们本身犯的错误呢 就是低估了这次事件的风险哦 这就像在投资市场里面 大部分人呢 永远会觉得说 诶我知道这个市场该怎么走 我知道从哪里要开始暴涨 那暴涨到哪里我可以套利 赚这个轻松30% 50%两倍的这个收益 但是实际上呢 却不是这么容易哦 因为市场的变化呢 是没有任何人可以猜到或知道的哦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我常常挂在嘴边一句话呢 就是永远要尊敬市场 永远要畏惧这个市场 你只有尊敬跟畏惧市场呢 在投资市场里面才走得久哦 那关于泰坦号事件的这些受害者呢 基本上他们犯了共同的一个错误呢 就是没有做这个足够的功课 或者你也可以说他们错估了这个风险啊 因为今天Ocean Gate这个公司 跟Stockton Rush它做事的方式呢 在这个深浅这个小族群当中呢 其实很多人都多次警告他说 你这样子设计的这个深浅潜水艇 迟早会出问题哦 所以这并不是一件这个没有人知道的事情 所以今天我们透过这个事件呢 就可以再次说明这个 有自我意识能力 自我思考能力的重要性哦 今天永远不要听任何一个YouTube网红 或任何一个分析师说了这个市场会怎么走 你就完全自己不做功课的 跟着去跟风 跟着去操作 那最后呢 这个损失被rack的呢 绝对是你自己的荷包哦 但是跟这群人比起来呢 你还是幸运的非常非常多 因为我们在投资市场当中呢 这个投资失败顶多损失的只是钱而已 但是泰坦号的受害者呢 他们失去的就是自己的性命哦 OK 那我们开始看新闻吧 第一个新闻呢 要跟大家聊到的是FTX的重启 关于FTX重启的消息呢 昨天这个FTX现任CEO John Ray III呢 是宣布说这个bidding的process 就是这个竞标的这个过程呢 已经开始了哦 那在这个新闻出现之后呢 这个FTTB呢 就爆炒了15%啊 就是在很短时间内呢 就涨了15% 那在这边呢 我要提醒大家啊 就是FTTB呢 不管是FTX重启还是怎么样 FTTB本身呢 基本上就是一个垃圾项目哦 那它剩下的价值呢 就只是给这些短线交易者 跟机构去操控 用来这个短线交易套利割韭菜的一个项目哦 所以不要看FTT token 一天涨了15% 一周翻倍 然后你就想要参与在这个项目上 如果你参与的话呢 我可以告诉你99%呢 你最后都是会被割得很惨哦 关于FTX重启这件事情呢 John Ray III表示说呢 这个竞标已经开始了 那这个最终呢 会由这个最高竞标者得到这个标案哦 那关于FTX呢 很多机构其实还是虎视眈眈的哦 因为FTX在破产之前呢 他其实还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盈利能力的一家公司哦 那当然最后这个挪用客人资金啊 什么导致FTX破产了 但今天如果是有一个好的经营者来记FTX的话呢 FTX的potential就是可塑性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 因为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盈利的公司 那我相信也是有非常非常多 美国大资本跟大机构呢 是虎视眈眈眈的想要这个收购FTX这件事情啊 但是最后收购的结果呢 应该是不会以这个FTX2.0去命名啦 他应该是会把这个FTX的名字整个改掉 然后把它rebrand哦 所以你也可以说这个如果是2024年 2025年才进到市场里面的人 他们用的新的FTX这个交易所 whatever这个名字是什么啦 他们可能都不会知道这个交易所曾经就是FTX的前身哦 但是关于这个FTX重启跟这个rebranding的时间点呢 估计也是最少要一年啦 所以最快这个新的FTX重新命名之后 要上线供大家交易呢 也是这个2024年后半年的事情哦 下一个比较重要的事情呢 是FTX的客人呢 到9月之前都可以submit他们的bankruptcy claim 就是如果你有资金卡在FTX上面的话呢 你需要去申请这个表格 你才有机会把你的资产拿回来哦 但是对于这件事情呢 大家一定要非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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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因为我相信有很多的诈骗email啊 或者诈骗连结啊 告诉你说这个就是FTX bankruptcy claim 让你去提交一些资料啊 这样你才可以把你的资产拿回来 但是实际上可能是要骗取你其他的东西哦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非常非常小心啊 那我自己因为没有钱被卡在FTX上面 所以我不知道他们到底是用怎么样的联系方式联系你哦 那另外一个破产公司Voyager呢 在昨天我已经正式的把我卡在Voyager上面的资产的35%都已经提出来了哦 那关于Voyager呢 它是本身app还是可以用啦 那基本上它这个claim的整个过程呢 都是透过Voyager的app上面直接点 然后你会收到一些email的这个通知之类的 所以就像这个当时使用的方式法是一模一样的哦 但是关于FTX我就不是很确定这件事是要怎么进行了 如果观众朋友知道的话呢 欢迎在下面留言区跟大家分享 我也会把你置顶哦 这样的话呢才可以确保FTX上的受害者呢 不要再遭到一个二次伤害 再被这个诈骗的集团给骗了一次哦 下则新闻是关于Coinbase 今天Coinbase呢提出了他们的这个反应啊 就是他们前阵子被SEC告嘛 那今天Coinbase就做出了他们回应啊 然后主要目的是要这个SEC放弃这次的这个告数哦 那这一共是一个177页的文件啊 那我们在这边就只讲一些主要的内容啦 基本上Coinbase在这边主要几个重点 就是说这个SEC在2021年Coinbase正式上线 这个上市上规交易之前呢 其实他们都对于他们这个交易的这些项目啊 这些加密货币啊 都有做出很深层的检查啊 那关于Coinbase上市上规这件事情 SEC甚至从这个2019年就有对Coinbase交易的这些项目呢 做出很多审核啊 那在2021年这个Coinbase正式上市上规之前呢 他们都从来没有说过任何Coinbase上面交易的项目是security哦 就是没有任何项目在Coinbase上呢 是这个属于证券哦 所以Coinbase认为呢 这个SEC告Coinbase的这些事情啊 是完全不成立的哦 那在下面可以看到更多的细节啦 就是当时2021年5月的时候呢 这个SEC的Chair Gary Gensler呢 甚至有在国会面前遭受咨询的时候呢 他们表示说呢 这个当时Coinbase交易的很多加密货币项目呢 都不属于任何的监管单位哦 那其中当然包含了这个SEC或者CFTC 但是现在几年过去之后呢 Garry Gensler却认为SEC有这个监管Coinbase上面加密货币这些项目的权利哦 因此Coinbase认为这次SEC的行为呢 是完全超出他们能力范围跟监管范围的一件事啊 那这件事情呢是绝对是违法的哦 那在这边其实Coinbase提出的几个证据呢 都是非常非常强健的哦 因为在2021年的时候呢这个SEC的确是让Coinbase上市上柜了嘛 那如果今天SEC在2019年到2021年这段时间 都已经了解这个Coinbase的商业模式 跟这些在Coinbase上面交易的项目 但是却没有提出任何这些项目是证券的质疑的时候呢 在短短的不到两年内呢 这个态度有个180度的大转变 表示说Coinbase交易很多这个没有register 就是没有注册的证券呢 其实是有点说不过去啊 那对于这个Coinbase对SEC的诉讼案呢 我相信最后应该也是会不了了之啊 因为看起来这个SEC告Coinbase跟币安呢 只是为了帮华尔街铺路而已哦 那对于这件事情如果有任何消息的话呢 我也会在做新闻跟大家聊哦 下一个新闻要跟大家聊呢 是很多人关心的一件事情啊 就是以这个Citadel 还有这个Fidelity啊 美国这些大银行 他们共同推出了一个加密货币交易平台叫EDX哦 那在EDX上呢能交易的这个币种啊 其实非常非常少哦 只有四种包含了比特币 包含了以太币 包含了莱特币跟Bitcoin Cash哦 那Bitcoin Cash很大的原因 最近这个翻倍呢也是因为 他们是这个四个项目当中其中一个哦 因此呢大家就对于Bitcoin Cash也是增加了非常非常多的信心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整个加密货币板块的方向呢 其实是非常非常明显的 SEC首先告了Coinbase跟币安 这个币圈里面靠着加密货币起来的公司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大银行啊 Citadel啊 Fidelity啊 他们共同创办了一个加密货币的交易平台 这个EDX 然后呢又有这个全世界最大的资产控管公司贝莱德呢 突然又跑出来要申请这个比特币现货的ETF 然后接下来两个礼拜呢就有各个不同公司呢 持续申请了比特币现货的ETF 所以这个很明显是一个shift of power 就是这些传统的机构 传统的大银行跟这个大资本呢 他们尝试着把这个Coinbase跟币安的影响力给削弱啊 然后试着吃掉加密货币这块大饼 所以我常常在节目跟大家说呢 这个我们看到呢是要看大方向 不是要看今天比特币的价钱是涨5% 跌5% 涨15% 跌10% 这些短期的价钱波动呢 如果你不是一个交易者的话呢 对你来说真的是一点都不重要 我们要做的事情呢就是看清楚长期的趋势 知道这个东西这个两年后五年后十年后 或往哪个方向走 然后我们就以这个第一位DCA的方式去布局呢 这个投资报酬率呢 对大部分人来说绝对都会是最好的 下一个跟他聊呢是Compound Token Compound呢是在2020年推出一个非常非常popular的DeFi项目啊 他跟这个AVE啊 Uniswap啊 都是2020年DeFi商门里面被爆炒的项目啊 那Compound呢在最近4天啊是涨了50% 那不只Compound涨那其实很多的DeFi项目呢 最近都是表现的还不错哦 至于为什么DeFi项目最近这个涨是不错呢 我认为跟这个中心化交易所啊 Coinbase币安遭受到非常非常多的压力呢 应该是有很大的一层关系哦 所以在这边我们可以再次看到啊 就虽然说最近的这几个月呢 这个山寨币对比特币都持续在流血 但是永远会有一些山寨币的表现 来得比比特币要来得好 然后在昨天影片我有跟大家聊到说 这个山寨币的市场呢也是可能随时爆发的哦 因为现在大家都看到这个比特币的大门人 市占率是持续的在升高 大家都在说大家都在想 说要把这个资金全部摆在比特币的同时呢 这个往往市场走势呢都是出乎意料的 所以我们拥有一个平衡的投资组合 在比特币跟蓝筹币 还有一些小的项目上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下者先要跟大家聊了是关于英国的稳定币法案啊 关于这个法案在上周的时候呢 我已经稍微跟大家聊到过了 他是通过这个英国的最高国会吧 那接下来再差几步就可以正式进到法律当中了 那在今天呢这个King Charles就是查尔斯国王呢 正式同意了这个法案哦 那这个基本上也是这个提案的这个最后一步啊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英国布局加密货币的这个速度呢 真的是非常非常快哦 那这件事情呢在欧美国家其实不太常看到 因为欧美国家不管是在法律上啊 或者一些其他这个只要involve就是关于政府的事件呢 做事都是特别特别慢哦 但是在这边很明显看到英国对于推行这个加密货币 还有这个稳定币的法案的速度呢 是异常的快啊 从这个有消息出来到这个已经通过 基本上不到一年的时间哦 这真的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的这件事情 这也再次说明这个一个领导者的重要性啊 因为现在英国最新首相SUNARK 他本身就是对于加密货币非常友好的一个领导者 那他自己又是很年轻的一个人 所以我真的无法想象这个美国下一任2024年的总统大选 如果再来一次川普对拜登呢 这个我相信美国啊 应该就是要从世界领导者的地位很快速的跌下来了哦 今天最后这件事情跟大家聊的是加拿大 在加拿大很多lawmakers就是创建法律的人呢 他们也在很积极的要推行关于加密货币相关的策略啊 那这个策略包含什么东西呢 包含setting up regulation for crypto custody platform 就是说呢对于这些加密货币交易所啊 还有这些帮忙持有加密货币的这些平台啊 都需要有一个更好更完善的监管哦 然后另外当然还包含了对于加密货币板块 要如何对他们提供这个银行服务啊 或者是在加密货币上面收税一些问题啊 甚至是加密货币挖矿该如何收税啊 该如何监管这些事情呢 这些都是加拿大政府现在非常非常重视的事情哦 所以在美国呢看起来好像对加密货币非常非常不友好 但是全世界的其他地方包含了这个欧洲包含英国 包含加拿大包含亚洲的各大国家 都是马不停蹄的在布局加密货币哦 那至于美国背后到底呼吁里卖什么料呢 这个我自己看来是非常非常清楚啊 只是表面上他们在打压加密货币市场 表面上他们弄得好像他们不喜欢加密货币 但是我认为他们背后默默布局呢 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现象哦 如果你是天天都有在看我节目的观众朋友呢 我相信你应该也是可以非常轻松的就看到这一点哦 那今天新闻就跟大家聊到这边了 这个周末是美国国庆日的长周末 那我会去北加玩一趟 就是去这个神木区啊 骑骑脚踏车啊之类的 那至于周一能不能准时上片 这个我就没办法给大家保证了 因为我也不知道上面是什么样的情况 有没有WiFi啊 有没有网速啊 然后有没有空座影片啊 这些都是很多的未知数哦 所以在这边祝大家有一个愉快的周末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帮忙帮忙点个赞 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周见啦 拜拜 by bwd6 by bwd6 by bwd6